教学内容为地培门日常教学习惯 游戏规则可能有些微调整 建议的地宝们请再参阅说明书哦 鬼旗 鬼旗又称又灵旗 1980年由美国的Alex Randolph设计 获得1982年的SDJ体名 Alex Randolph同时也是之前我们介绍过的 碰撞机器人的作者 创造出许多旗类空间类型的桌游 鬼旗规则简单但是非常心机 快来一场刺激的心理战吧 有新设置 1.将图板打开放在桌面中央 2.玩家各自拿取四红次蓝的鬼旗 将它们各自放在图板上靠近自己的八个位置 你可以任意放置 但颜色为隐藏资讯 不要给另一位玩家看见 这样子就完成游戏设置了 游戏目标 蓝色是好鬼 红色是坏鬼 胜利条件有以下三个 达到其中一个获胜 A.把对方的蓝鬼全部吃掉 或 B.骗对方 让他把你家里的所有红鬼吃掉 或 C.让自己的一只蓝鬼潜伏 由对方的其中一个角落逃脱图板 你就赢了 知道游戏目标后 介绍鬼旗的移动方式 玩家每回合轮流移动一只鬼旗 鬼旗只能前后左右移动 不能写走 如果你的鬼旗移动到的位置 占据着对方的鬼旗 将它吃掉 移除图板 因此 你可以知道它是什么颜色 游戏将进行至有玩家达成胜利条件为止 以下为游戏进行反例 恭喜你会玩鬼旗啰 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欢迎订阅与分享哦 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 更多优惠及消息都在伯根地官方LINE 快速寻LINEID 小老鼠IBGL 或扫描加入我们吧